台南市最近发生了两件飞车抢案 而这个台南第三分局侦查队小队长 他叫陈永仙 真的人如其名 非常的勇 上班途中刚好发现了 枪匪行踪一路尾随 而且为了逮捕嫌犯两人 还发生了激烈扭荡 我们连线给记者张慧如 好 这波各位观众 从路口监视器看到一名身材壮硕的男子 骑机车正在停红灯 突然右边有个人冲过来 将男子一把从机车上给拉了下来 镜头上看不到的是 两个人立刻发生了激烈扭打 原来骑车的男子 是最近犯下两起飞车抢夺的抢匪 他骑着偷来的机车 转条夜归的女性下手行抢 而昨天晚上台南第三分局侦查队 小队长骑车上班途中 就正好发现了抢匪的行踪 小队长称他停红灯时 就立刻上前将人逮捕 不过也因为嫌犯不断抵抗 小队长的脸被打到肿到像米姑 但幸好一旁的路人帮忙制服抢匪 顺利将他弃不归案 而抢匪落网之后 坦诚是因为爱打赌博电丸 缺钱花用才会犯案 讯后已经被移送把办 好的以上 现场情况